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1分钟命理 玄武 玄武就是你坐在你家的客厅往外看后方 你的后方 后方他就叫做靠山 玄武你的靠山 各位就像有椅背 椅背他要坚固的他不要动 所以他假如动起来的话 你会觉得你后面怪怪的 就像后面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你会觉得非常的不专心 所以玄武方就是我们的后方 他要安静不要动 最好有靠 就是像椅背一样 我可以这样直接靠上去 所以你家的后方最好有房子 有房子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 最好跟你一样高 高你一点点也OK 这样你可以很放心的靠上去 假如太矮的话 就只有你房子的一半的高度的话 那一种靠山就很弱 所以你要了解后方要静 最好有靠 这样子 他会对我们的财运 对我们的精神是好的 但假如后方会动 各位他非常容易影响到 男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 他也会影响到所谓的思虑 很容易会有忧郁症 精神方面的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